河南省的燕陵县呢 是全国都有名的花都 是一座素有养花历史的宁静小县城 但是在2005年12月23号的那一天 一股腾空的烈焰 却让花都人的心陷入了空前的恐慌当中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 凌晨三点左右 城区中心的十四街广场上 一辆从燕陵县发往郑州的客车 载着13名乘客准备出发 因为要等一位去上洗手间的乘客 17岁的售票员孙军祥 连着摁了几声喇叭都没有人回应 三点四十分 离开车只有五分钟了 焦急的孙军又连着摁了几声喇叭 就在这时候 轰的一声巨响 一股强大的气浪 把孙军祥抛到了车外 大概五六米远的地方 脸上胳膊上到处都是火星 孙军祥吓坏了 使劲用着手啊 拍着脸上身上的火苗 而且赶快脱掉衣服在身上摔打 边摔边看客车 他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仅仅几秒钟 整个车厢都已经着火了 煞时间就把昏暗的广场照的通亮 里边的乘客呀 他们的哭声喊声 夹杂着敲打玻璃的声音 有两名乘客就像两个火人一样 大叫着从被火包围着的车门跳出来 在地上打滚 孙军祥冲向驾驶员的位置 取出了灭火器 对着车门开始猛喷 同时他声嘶力竭地喊 里边的人快出来 大火封住了车门 而这辆空调车又是全封闭的车型 乘客们无路可逃 他们使劲地敲打玻璃 可是 密封的钢化玻璃 又是那样的坚固 灭火焰很快就涌光了 车上的火势依然猛烈 随着火势增长 浓浓的烟雾当中 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敲打声 都渐渐地弱了下去 孙军祥赶紧抡起灭火器 砸车窗玻璃 一边砸 他一边哭 他喊 出来吧 玻璃我都砸了 可是不论他怎么哭喊 那边已经没有任何的回音了 因为手机在爆炸的时候 落在了车里 孙军祥赶紧跑向附近 一个亮着灯的商店 他说 大叔 快打110 十字接的客车着火了 十来个人没出来呀 报警之后 孙军祥再次折返回汽车旁边 看着客车燃烧 无计可视的他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五分钟之后 消防车警车救护车带着呼啸声一路地赶来 很快的 客车的大火就被扑灭 这辆大客车烧得只剩下了乌黑的壳子 遇难乘客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车里 惨不忍睹 孙军祥和另两名逃生的乘客 被紧急地送往燕陵县第一人民医院烧伤客抢救 干警们经过现场检查发现 当时客车上一共有14个人 只有孙军祥和坐在前排的乘客 程启云 郑富英侥幸逃生 其余的11个人 因在火中吸入了过量的一氧化碳 全部窒息死亡 案情重大 当地公安机关立即对案发现场实施戒严 并且迅速把情况向当地政府和上级部门报告 公安部 河南省委 省政府 省公安厅 对这个案件十分重视 迅速成立1223状案组 并且紧急抽调50多名警力支援当地警方 这个惨案当时震动了全国 当地的媒体和新华社都对这个案件进行了报道 烟灵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公安机关在调查当中发现 这是一辆个人承包的小客车 17岁的孙军祥没有驾照 主要负责售票 苏洪高是车主兼驾驶员 但当时他不在车上 当天凌晨2点50分左右 他把车开到十字街开始载客 陆陆续续有人上车了 他就离开了回家一趟 到了3点40分发生爆炸 他回来的时候 车已经被烧光了 当时接近元旦 警方认为 这很可能是有乘客携带危险的 一燃一爆物品 最开始呢 大家也是根据这个思路进行分析 但是很快 一个人的出现 就改变了这一个思路 乌国庆 公安部首席刑侦专家 他接到消息之后 马上从北京赶到燕岭 来到现场之后 他很快决定把目标 集中在大客车上 在他的指挥下 燕岭警方集中了40多位技术人员 对大客车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检查 很快 他们找到了一块塑料桶的底部残留 经过理化实验 发现这里边曾经有过汽油 同时 还有40多个电子元件的残骸被筛选出来 其中不少元器件属于一个石英钟 而且还有黑火药残留 石英钟是可以用来做定时装置的 那有没有可能是爆炸纵火呢 警方请来了专家 经过多次的试验发现 这些零件足够引爆汽油 这样案件的性质就确定下来了 这是爆炸纵火杀人案 吴国庆又根据经验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爆炸纵火案又是定时爆炸方式引爆的 这个人一定懂电又懂得火要爆炸 根据这两个条件 警方开始了搜寻 同时 警方根据售票员孙中祥的回忆 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三点三十五分左右 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上了车 随手呢 把携带的编织带放在了靠近车门 售票员座位后边这么一个位置上 然后他声称要下车去方便 三点四十分左右 就在放编织带的地方爆炸起火了 而且根据现场遗留下来的电池 汽油 火药等等物证 专家技术组又经过反复的检验 最终确认这是一起有预谋 有目的的特大刑事案件 这个神秘的青年男子就有重大的嫌疑 案件发生之后的紧张气氛 和公安机关对案件的定性 给原本惨烈的火灾 蒙上了恐怖的色彩 恐怖袭击 黑社会寻仇 心理变态的人要报复社会等等 这些传言不敬而走 一时之间 燕陵县 人人自危 为了安抚死难者平息事态 在县委县政府的积极协调之下 客车所挂靠的许昌运输经贸有限公司 紧急和11名死者的家属 和三名受伤者达成了赔偿协议 12月29号 运输经贸有限公司首批支付受害人 各项损失50万元 另外支付伤者医疗费4万多元 之外呢 当地政府也从财政里边拿出了一部分钱 给受害群众做赔偿 鉴于强烈的社会舆论 公安部一再责令河南省公安厅必须尽快破案 可是 大客车的发车地点是在街道上 上车的旅客根本就没有登记过 也没有进行过安全检查 附近也没有摄像头 李陵县60多万人口啊 找这么一个普通的男青年 无疑他是大海捞针 该从哪下手呢 当公安干警焦头烂额的时候 这个形容词说的不好 当公安干警们彻夜奋战的时候 12月25号 李陵县安陵镇余寨社区的梁淑民和余青芳夫妇 向公安机关反映 他们的独子梁明磊在客车火灾案之后失踪了 他们担心儿子葬身火海 请求帮助查找 经过警方的查找 梁明磊在事前确实说过 他要坐客车去郑州 但是再次确认之后 警方发现梁明磊并不在遇害人之列 梁明磊的突然失踪 引起了公安干警的高度警觉 他们分析了梁明磊当天的行动轨迹 发现他家离大客车的发车地点非常的远 也就是说 他如果想要坐车去郑州的话 很可能在客车发车地点附近租住过 同时警方发现 他离开家的时候 曾经和一位同村的女性借过一条白围巾 根据这个线索 警方对周边旅店进行调查 发现梁明磊曾经在大客车发车地点附近的三楼一个小旅馆内居住过 而且这个小旅馆还可以很方便的观察到发车地点 警方认定 梁明磊很有可能就是那个神秘的男青年 他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但是现在找不着人呢 而且梁明磊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 也不懂电穴知识爆炸知识 那他的背后就一定有人在遥控指挥他 这个人是谁呢 同时另一路民警发现 车主苏洪高的竞争对手晋谋 他有个侄子 这个人懂得电穴知识能够制造爆炸装置 但是经过多方面的调查 排出了进某侄子的嫌疑 干警又经过调查发现 案发前和梁联系最为频繁的 是燕陵县金塔面粉厂厂长何世亚 而他的妻子郑如庆呢 正是这次火灾的受害者之一 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 在接受讯问的时候 何世亚却坚称 自己与梁是老乡 很久都没联系了 而实际上 警方早就掌握了 何世亚在事发前和梁明磊 频繁的通电话 在谎言被戳破之后啊 何世亚解释说 他和梁明磊有经济纠纷 之前的通话呢 是为了要钱 怕公安机关怀疑他 所以才撒谎 公安机关随即对他展开了调查 并依法对他的住处进行搜查 结果警方从他住处搜出 可用于制造爆炸的电烙铁 蓄电池和BB机样式的电子表 材料和案发现场的作案器材残骸 一致 根据外围了解 警方发现何世亚 外号啊叫百世通 很多五金电器都摆弄过 而且懂得用电和爆炸的常识 警方当即把何世亚拘留 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 2006年1月2号晚上 几次三番否认作案的何世亚 终于低下了头 对顾梁明磊炸长途客车 事后又杀害梁明磊的犯罪行为 公认不回 案件终于告破了 县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人们在长长的输出一口气的同时 也是一斗重重 事业有成的何世亚 为什么要制造这么一起 骇人听闻的汽车爆炸案呢 1973年出生的何世亚 是燕陵县人 有兄弟四位 从1994年开始 身为兄长的他就跟着父亲创业 开办家具厂 冰块厂和玻璃厂 又办了兔子 狐狸和猪的养殖业 家道兴旺 2001年 何家又在县城电视塔北边 开办了金塔面粉厂 何世亚出任厂长 因为何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大家族 父母在家中拥有绝对的权威 1995年 在父母的介绍下 何世亚和同乡 郑如庆结婚 第二年 儿子出生 虽然郑庆如勤劳能干 很得何家父母的喜欢 但是在何世亚的心里边 他对这个脾气暴躁的媳妇啊 不是特别满意 好在呢 何世亚对婚姻的要求也不高 2005年 能干的郑庆如 又在县城十字街附近的 古楼服装市场租了一个门面 卖服装 这俩人的日子过得殷实 却平淡 如果不是一个女人的出现 何世亚和郑庆如的婚姻呢 也许还能靠着惯性 平稳地往前走 但是 这个女人的出现 一下点燃了她沉寂多年的激情 这个人是 郝丽红 郝丽红1971年出生于燕陵县 22岁的时候 郝丽红结婚并且生了个儿子 可是2001年 丈夫不幸去世 年纪轻轻 长相漂亮的她 不幸地成为了寡妇了 2002年 她被调往电业局工作 虽然拥有一份不错的职业 但是一个人抚养儿子 压力还是太大了 工作之余 她就跟人合伙 做点生意 因为业务的往来 这一来二往的吧 何世亚和何家人 都认识了郝丽红 也很快了解到啊 她孤儿寡母的生活挺困难 每次看到身高不到 一米六的郝丽红 扯着嗓子指挥工人 大包小包搬运小麦的情形 何世亚这心里边 都会涌上了一些同情 好几回呢 她都嘱咐工人 在称郝丽红送来的小麦的时候 要给足斤两 就是别玩花秤 别使花活 何世亚的关照 郝丽红是看在眼里的 有好几回呢 她都要请何世亚吃饭 来表示感谢 随着交往的增多 郝丽红的温柔体贴 仿佛在何世亚的心里边 打开了另一扇窗 有事没事的呢 何世亚经常打电话 约郝丽红外出 吃饭游玩 有一天呢 两个人又相约见面 当时郝正在娘家吃晚饭 何世亚就开车去接她 在车子路过县城南关 一条漆黑的过道的时候 美人在旁的何世亚 终于按捺不住激情了 一把就把郝丽红 给搂在了怀里 在车上 互相有好感的两个人 首次发生了关系 这之后的日子里啊 何世亚就像初恋那样 陷入了情网 时不时的找郝丽红约会 而郝丽红的温柔多情 每次都能让何世亚 体会到一种 在妻子身上 没有得到过的快乐 这世上 她没有不透风的墙 2003年初 何世亚和郝丽红 在一家饭店吃饭的时候 突然接到妻子 郑如庆打来的电话 郑在电话里怒吼着 让她马上回家 否则自己啊 就要自杀 原来头天晚上 早就耳闻何世亚婚外情的她 偷听了何世亚 和郝丽红的电话 暧昧的语气让她非常的生气 今天又听说丈夫外出就餐 她就断定是跟情人约会了 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就给丈夫打了电话 何世亚接到这个电话一惊啊 赶紧就往回走 结果发现 郑如庆最倒在地板上 不省人事了 何世亚赶紧把妻子送到医院去输液 直到晚上郑如庆才醒过来 郑如庆这么一闹啊 把何世亚和郝丽红隐藏的恋情 拿到了桌面上 因为都认识郝丽红 何家父母呢 把郝丽红叫到跟前 狠狠地劈了她一顿 同时也给郝丽红打了电话 让郝不要再骚扰何世亚 但是家里人的干涉 并没能阻止他们两个人 虽然见面的次数少了 但是感情啊更深了 让何世亚意外的是 2005年农历正月间 郝丽红发现自己怀孕了 何世亚顿时慌了神了 赶紧就劝她流产 可伤心之下 郝丽红要求何世亚 对父中的孩子负责 看着心爱的人伤心欲绝 何世亚也心软了 承诺她做掉孩子之后 就跟妻子离婚 郝丽红叹了口气 在何世亚的带领下 到医院去流了产 回来的路上 郝丽红一直感叹 自己的命运 当车进入 燕陵县境内的时候 她泪流满面 说 你回家有热被窝 我回家没人管呢 这两句话 说得何世亚 心里也是万分的伤感 就在那一刻 何世亚做出了决定 一定要对这个 她喜欢的女人负责 2005年3月间 何世亚向郑如庆提出了离婚 但郑如庆坚决的不同意 而且呢 何的父母也是坚决反对 何世亚虽然对妻子并不关心 对父母却是非常的孝顺 她知道 离婚这条路啊 在何家是行不通的 很不巧 2005年10月 郑栗红又怀孕了 和好二人到医院 把孩子再次打掉了 虽然郑栗红 一直没责备何世亚什么 但是这次怀孕和流产 让何世亚更加坚定了 要娶郑栗红为妻 但是 怎么才能达到目的呢 由于何世亚跟父亲开工厂的期间 精通电穴和火药方面的知识 而妻子又经常坐长途客车 到郑州去进货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 何世亚决定 利用自己制造爆炸装置的手艺 制作一个炸弹 在客车上把妻子给炸死 选择爆炸 是因为何认为啊 爆炸引起的火灾能够销毁证据 选择客车 是因为长途客车上的人员复杂 公安机关会无从下手 精明的何世亚对自己的这个计划 颇为得意 可是 让谁把爆炸装置送到客车上呢 十月底 一个偶然的机会 何世亚认识了老乡梁明磊 梁明磊22岁 小学毕业之后一直靠帮工为生 这个人呢 胆子大 你只要给他钱 他什么事都敢做 这些特性都与何世亚想要的帮凶 不谋而合 于是 何世亚经常请梁吃饭 洗脚 很快就博得了梁的信任 在十一月初的一天 何世亚又请梁明磊吃饭 几杯酒下肚之后啊 他试探着问梁明磊 他说 想把我那脑人的媳妇除掉 你愿不愿意帮我个忙啊 而且他承诺 事成之后给梁一万块钱 让何世亚高兴的是 梁明磊当即就答应了 十一月底 何世亚买了硫磺等物品制成火药 接着又制作成了多个爆炸定时器 为了检测装置的性能 何世亚亲自进行了实验 第一回 他把装置带到了一个河堤旁边 定好时间开通电源之后 装置准时引爆了炸药 两天之后 何世亚又进行了一次实验 在河堤旁的一处草坡上 装置顺利地引燃了汽油 并且形成了大火 何世亚大喜 但是他仍然感觉火力不够 十二月十二号 何世亚进行了第三次实验 这次他在郊县的一片小松树林里 结果定时装置再次引爆了火药和汽油 大火把方圆大约一米的小松树 都给烧了个精光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何世亚开始实施杀气计划 2005年12月22号 是冬至 这天上午 郑庆如告诉丈夫 自己明天早晨 要坐三点四十分的搬车 到郑州去进货 直到这个消息之后 何世亚立即打电话 把消息告诉了梁明磊 并在上午十一点左右 交给梁一百块钱和一条编织袋 让梁去买一个大口径的塑料壶 一般是2.5升 然后再买汽油装进油壶里边 当天中午 何世亚又给梁明磊打电话 询问准备的情况 晚上8点左右 两个人在十字街附近的一个录像厅门口见面 何世亚把两套爆炸装置交给梁 让梁明磊当天晚上就住在录像厅二楼的一家旅社内 靠近广场的房间 从这里观察广场上长途客车的活动情况 12月23点的凌晨 天寒地冻 2点40分左右 何世亚特意把妻子送到了十字街 3点20分左右 看着妻子登上客车 他立即按照约定赶到广场附近的交叉口 梁明磊拎着汽油和定时装置在那等着他 何世亚把两套定时引爆装置的时间都射到了3点40分 做好这一切之后 何世亚把编织袋交给梁 临走的时候还再三的叮嘱 一定要把编织袋放在座位下边 免得让人发现 回来之后上我们家拿钱 3点35分左右 围着一个白色大围巾 几乎把整个脑袋都包住的梁明磊来到了长途汽车站 他向司机位置上的孙军祥问了一句 是去郑州的不是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之后 他就把编织袋放在靠近车门 售票员座位后边的一个座位的下面 然后以要方便为名下车 远远地躲在一个看得见客车的角落里 3点40分 客车发生爆炸 这个时候何世亚正在家里等消息 十多分钟之后 梁明磊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告诉他行动进展顺利 何还是有点不放心 又开车实地地查看了一下 离广场不到500米的时候 两个人远远地就看见广场已经被戒严了 警车救护车的呼啸声此起彼伏 两个人不敢再靠近 急匆匆地返回了何家 回到家里之后 何世亚让梁在外边等着自己进屋去取钱 出来的时候何世亚手里边多了一条胳膊粗的钢管 何世亚指着自己家后边说 走到那边说去 这里狗光叫唤 梁明磊就问 你拿钢管干啥 何世亚回答说 天黑 走夜路 拿着他胆子大 接着 两个人就来到何家北边的一片小松树林里 走着走着 何世亚趁梁不备 突然抡起钢管 对着他的脑袋就是一棍 梁明磊应声倒地 何世亚要走上前 对着梁的头面部一阵的乱棍 随后 何世亚把梁的尸体扔进松树林里的一口鸡井内 第二天一大早 何世亚再次来到现场 用点燃的松枝对井口的血迹进行清理 直到他认为天衣无缝 就这样 糊涂的梁明磊作案之后不到半个小时 就被他一直警仰 并且言听计从的施亚哥给灭口了 他到死都不会相信 早在22号的下午 何世亚已经决定要把他灭口 并为此专门到自己家后边的小树林里 为梁选好了墓地 案发之后 昔日祥和的何家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 何家父母一再哭泣着向外人声称 他们早就不认这个儿子了 而在接受警方调查的时候 郝力宏也是黯然身上 他怎么都没想到何世亚竟然这么凶残 为了他不惜沾染那么多的鲜血 2006年9月25号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以放火罪和故意杀人罪 对许氏亚提出公诉 与此同时 11名死者的家属 三名伤者 长途客车车主 以及许昌运输经贸有限公司 也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006年11月3号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公开审理了本案 旁听习长坐着一片受害人的家属 庭审的时候 看着那些家属愤怒的目光 何世亚 这个杀人的恶魔 也流下了忏悔的泪水 12月1号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以放火罪和故意杀人罪 恕罪并罚 判处何世亚死刑 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经济损失一共214万3863.26元 一审宣判之后 何世亚表示不上诉 河南燕县特大爆炸案 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